政府應該有責任 去縮短念公立大學 跟念私立大學學會的落差 大家贊成嗎 贊成 台下學生鼓掌叫好 因為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宣布要補助私立大學學費 至少五成以上 你們一年大概是十一萬塊 公立的話大概是六萬塊錢 差距是五萬塊錢 這個差距政府補助五成以上 也就是兩萬五千塊錢以上 大家說好嗎 好 對此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說 會和行政院討論編列預算 最快明年二月就可以上路 預估每年約一百五十億元支出 有五十九萬名學生受賄 但根據統計 一百一十一年大專學生中 有百分之六十五就讀私立學校 賴清德的學費補助政策 就被解讀是大搶年輕學票 我覺得很讚 為什麼我覺得很讚 因為學費很貴 我相信應該對很多學生 是蠻有幫助 就是可以減輕很多負擔 你說搶學生票員可能是有差 還好耶 對啊就是雖然說是有幫助 但是我如果自己本身 有更喜歡的人的話 那我應該會 還是會投我自己 比較喜歡的哪一個人 私立學校學生的話 那個量蠻大的 他的經費什麼 能不能真的成功的 做到這件事情 我打一個問號 私立學生漏了審學費 國立學生則大喊不公平 更有家長直呼 很難不跟選舉扯上邊 天天就好啊 政府講的話 選舉都是一些的 那你會因此這樣去投資這個候選嗎 不大會吧 大選當前蠻青的抛私立學費補助 是提取學生還是選舉操作 就看民眾買不買單 歡迎新聞紅世辰楊格葉宇娜 台中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直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 請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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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